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6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关心玉璃镇吃客山 已经长达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下雨了 那么山区正在进行的简易自来水工程 却只做到一半就停摆 那么眼看8月4号的金针花季就快要到了 但是灌溉的用水 名声用水都要干枯 如果再没有水用的话 恐怕花季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吃客山已经超过半个月没有下雨 搜紧雨水的小池藤也只剩下不到70吨水量 眼看8月4号就要开始金针花季 但现在不止名声用水受影响 就连灌溉用水也缺乏 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有些说在的他已经说非常节省的用水了 如果他游客他一进来的话 可能有些变成说 民生用的也可能都缺了 打开赤克山半山腰的50吨蓄水池 里面剩下不到一吨的水量 路旁简易自来水管线的水压也不足 并且不知道为何施工到一半就停止 山区后段的住户根本没水可以用 简易自来水因为它这个工程没有完成 所以有接这个水管 但是这个水是家户根本就合不到的一个设施 然后加上这个山沟 山沟已经因为我们温度这几天都很高 然后玉里又是最高温的地方 然后山沟的水几乎都快干了 所以山沟没有水的话 因为居民都是靠山沟的水 接山沟的山泉水在灌溉跟饮用 目前都靠这个 那个水就会把那个民生用水的量给分掉了 所以现在连民生的都很困乏 而根据县政府的资料 赤克山目前有一座100吨 三座50吨蓄水池 简易自来水管线已经步4.6公里 但地势太高 简易自来水管线属于软管 没有办法加压 其他偏远山区也面临同样问题 预理政工所大概会先去 做一个小型工程 就是做这个山通 让那个既有的管路 能够互通 就是因为有的人还有水 有的部分水源明显不足 就是让有水的部分可以经由这个山通 来提供到迫切用水的用户 由于架设置来水管线 需要考量用户数 赤克山目前56户已经达架设标准 水利署与县政府也前往会堪 了解实际情况后 请县府提报计划给经济部 再研议是否能以转案不住 记者高雄双玉理政策采访报道